大家好,我是阿犬 今天我們要來試乘JET SL JET SL就是這一台 這台是什麼?換墊粉 就是小粉紅啦 看看這精美的魚很大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試其他了 那就走吧,GO! 我好運喔 希望不會怎麼樣 那帶速熄火 滾靈敏的耶 帶速熄火反應真的非常的好 關掉就沒有辦法載那個了 所以要自己電發 然後儀表這邊就是水冷的溫度用五格來顯示 然後油量、時速、公里數 然後時間、轉速 看一下有什麼可以切換的 這裡有TOTO 看一下喔 ALL IN TOTO就是中里程 然後跟TOTO 然後跟TOTO 然後跟ALL IN 就是既有里程 好 第二季的接合轉速 第二季的接合轉速 大概落在3000-3500轉左右 應該不難看出來試車的時候正在下雨 加上永安卡丁車場 對我來說是個新的場地 恩...為了避免打滑摔車 還是騎慢點好了 就算只是慢慢騎 在連續彎道的時候 也可以感受到騎靈火的操控性 你想往哪轉就往哪轉 想往哪去就往哪去 可說是非常聽話的一台車 而且前後避震給你的路面回饋感受 非常舒服 沒有多餘的跳動感 動力表現的部分 JET SL 採用了由DRG下放的 124.6CC水冷引擎 可發揮12.9匹的馬力 跟1.16公斤米的扭力 剛剛短短的直線段 就可以拉到時速80公里左右 入彎減速再加速時的盾挫感也很小 油門反應靈敏 整體加速順暢 沒什麼好挑剔的 動力表現的不差 那煞車呢 煞車的部分 原廠也有強化升級 前卡鉗雖然還是萬年單二 但碟盤升級為260mm 加上DRG下放的後對二活塞卡鉗 以及220mm碟盤 使得整體自動力大幅提升 搭配ABS防鎖死煞車系統 讓我在施滑路面也可以安心的減速 總而言之 JET SL 是台擁有很多優點的車款 靈活的操控性 順暢的動力表現 再加上LED遠大燈跟光感應一經一表 還有那帥炸的運動型短排氣管跟水相照 加上升級的自動配備 都展現出滿滿的誠意 售價為96,800 我覺得可以 加上24期零利率 一期大概4033元 非常可以 就只可惜 我已經變成150CC以上的形狀了 所以我等的是7期DRG 至於不是JET SL 總而言之 推薦這台車給 只要125CC車款 注重操控性與順暢的動力 以及有長途通勤或旅行需求的小車車友們參考 有機會再借出來實際入測給大家看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阿全 我們路上見 你以為要掰了嗎 還沒 後面還有喔 現在換我們的小魚 換小魚喔 小魚阿 不要擂殘囉 好等一下喔 好可以了 去吧 喔 剛剛有這動力 這邊可以耶 圓圓不絕耶 好 很快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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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魚的試乘畫面就先看到這邊 接著就來問問他試乘之後的感想吧 我覺得這次的三洋Jet SL 是一個非常突破的車款 我覺得他的加速性、中速、尾速其實非常的平衡、非常的平衡 那操控性呢在今天我們有玩卡丁車場 其實他的不管在你變換位置還有你過彎的穩定度 其實都是做得非常好 是一個非常讓人家期待會想要讓人家去購買的一台車款 剛剛好像你一下來啊 就說你覺得這台車可以買 對啊一下就說走啊訂車啊 要訂車了嗎 先我覺得可以考慮喔 手購優惠 他的售價是96,800 手購優惠價24期零利率非常的划算 所以你是覺得這個價錢是OK的 OK的啊我覺得非常有競爭力啊 125水冷然後又是一個非常有power有外型的一個車款 就是以你騎過的水冷125來說 你覺得這台車是OK的 OK的OK的對啊 跟其他競品比起來其實真的是優勢滿滿 非常期待他未來一些改裝品上車之後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對 那邊有一台就是那個改好的車啊 對啊對啊有啊剛好去看了一下 覺得 非常有興趣 你要直接牽然後直接改嗎 這個手骨要粗一點 看阿全爸爸要不要站住我 我都缺人站住 試成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阿全我們路上見 掰 等一下你剛剛沒有自我介紹你是誰 我是阿全的小弟 阿全 這種話你也講得出來 對 相信各位在阿全的各大文章 他的FB特看得到 文章啊 YT影片啊 阿全的小弟 都看得到這位的身影 他的名字叫做小魚 感謝小魚今天的事成 OK好 棒棒 那就先這樣啦 掰掰